外送平台崛起 原據國務院募動部的資料 成山大約是有8萬名的外送人員 雖然說公司有彈性 但卻陸續衍生出了職災認定 還有薪資計算調整等爭議 所以是外送員就決定要籌組工會 號召更多的成員加入 各大外送平台的成員 揹其外送箱 在募動部前集結 呼籲籌組工會 並抗議自己的工作 时常遭遇到片面减薪和直灾风险等情况 外送员工时弹性高 想要多赚钱就是要多接单 但是碰上了车祸 直灾 还要担心回报平台被停权 所以小商只能够自行处理 而原本只要努力多上班 就可以获得不错的薪水 又因为平台的薪资计算调整越来越低 以U平台来看 北北基的平均基本车资 2019年有65到75块钱 2021年4月改制之后 只剩43块到50块钱 至于F平台 在中南部都会剩的最低车资 2019年70块钱 2021年剩44块 赫尔因为外送员抗议 才宣布加码 我是因为要为了更公平 让远单价钱加更多 才做这样子的减薪动作 可是与事实完全不符 我们伙伴发现 平均都被减了一到三成 把契约全部改 改到从表面上看起来像陈染 实际上我们外送员自己能够决定的部分 外送员和公会指出为了争取劳动权益 决定让筹组全国外送产业工会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的成员 劳动部也回应对于工会筹组乐观其成 也已经修正了相关的安全指引 目前在植栽保险法的草案当中 会引领扩大纳保对象 并提升给付保障 同时更呼吁业者和工会对话 讨论罪是费率和保险 才可以达成双赢 就唐靖庄金城配报道 感谢观看